立委孔文吉9号的上午带领着中央单位的人员 来到了秀林乡公所举办地方基层座谈 听取地方的需求 秀林乡长王梅归也向中央争取地方建设和一些陈情案 希望能够获得中央单位的支持来建设地方 秀林乡长王梅归也相当欢迎每一位立委来协助秀林乡各项建设事务来建设地方 这次感谢立委孔文吉在秀林乡办理基层座谈会 希望大家以和谐地方以大家情的模式来为秀林乡来做事 但乡镇的进步都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 尤其是乡镇的和谐 和不和谐决定我们的发展 不和谐永远没有办法 都是你自己用力我自己用力 没有把这个力量扭固起来 所以我担任乡长我都希望不管在部落也好 教会也好社区也好家庭也好乡镇也好 大家一定要共体时间共同来努力 打造一个和谐的乡镇 另外孔文吉也针对同门村和富士村自来水普及率的问题 向水利入署要求解决秀林乡自来水失足的经费 让秀林乡每位子民们能够喝到干净的自来水 自来水公司只是做规划跟设计跟执行 但是经费来源是从邱科长这里 所以我们把这个计划 像我们讲的今天这个提案 秀林村 护士村 同门村 可能还要更具体一点的 然后我们请一个处长这边多协助一下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是说 是以有60万这个限制 但是我们原住民地区为了要提高我们的补给力 可以超过可以超过60万 尔科村村长则是把握机会争取地方建言 我们那边嘉宾村怎么会有这个问题 现在房子那么贵 你看那个家山地区旁边是不是油库 油库盖那么大 至少三层楼那么高 五层楼那么高 它那个可以过 我们老百姓盖房子不可以过 我觉得这个要请这个空调帮忙 防疫期间 我们山山那边很容易吸水暴涨 因为我看过河的那个部分 它那个地势地弯那个路 道路上面是他们有电路 电的路很高的时候 它那个水后就不会往上那个道路上面 我是希望说可以把电 电到我们山山社区里面 一直通到那个社区里面 那我们就不会说去冲冲这样 最近 运动风气盛行 使爱运动人口不断成长 藉此可以提供部落 除了人打除运动空间 去培训更多棒球好手的一个场所 也让部落及国小成立的棒脸球队 能够就近优质的练习环境之下 有利于在地棒球发展及人才培训 因为海水大关的一个问题 这个月会议症一定会很多 所以说我在这里深重建议 我们中央级的 我们的委员 请辞职我这次你的发言 我已经等了差不多快十年了 当了三级的村长 这个问题就严重 所以是希望能够这个解决的方案 就是说 一定要做一座抽水站 才可以排除在害的时候 这个是最重要的 比这个岸 也是上次做的那个 铺设给你路面那样 上方有一个五米区 每次台风下雨 我的村民都一个礼拜 武堡上去采收他们的农作物 尤其是我们文兰村的部落 雯光、文兰、廖岸 都是在做农作物尾身的 希望说这一次能够 我记得去年也有跟律师提过 希望是这一次再请我们学保局帮忙一下 第五孔季表示 受到修林箱的网民为热情的邀请 邀请了中央单位来提醒起地方需求 服务团队也会针对修林箱 下面代表会各层村长的需求 都会以列馆来进行处理 希望透过进程座档会 共同来建设修林 让地方能够更加的美丽 记得居宏毅修林箱报导